此題目為減吃撐的矩形板 本題目有兩個專題,分別為專題A及專題B 都是減載四分之一的矩形板作為範例 專題A在四分之一的矩形板的原點上 有一個集中負載 但是它是減載四分之一的矩形板 所以它的集中負載除以四 為 100磅的力 於原點上 專題B呢 在四分之一的矩形板上仍然有均勻的壓力 為1PSI 其結果分別為0.0027及0.0037 硬取 此題目的材料彈性模數為3乘以10的7次方PSI 補充比為0.3 薄格厚度多為1硬取 網格化,專題A的網格化整體尺寸為預設值 專題B呢 使用最初的網格尺寸 首先我們開啟原廠範例 為了避免混淆 我們將就有的專題 原廠範例的專題我們先刪除 首先建立專題A 類型為靜態,使用曲面格化網格按下確定 接著點選磁曲面 薄格 由首先曲面定義 薄格以硬取 要確定 接著選擇它的材料 套用材料字所有 材料來源選擇自訂定義 單位為音字 彈性模數輸入3乘以10的7次方 補充比為0.3 要確定 接著點選右下角的邊線 按G數 類型使用參考幾何 以上基準面為基準 單位選擇硬取 固定X軸的位移 Y軸及地軸的旋轉 按下確定 接著點選右上的邊線 按下G數 類型 類型 點選使用參考幾何 也以上基準面為基準 平移單位選擇硬取 這條邊線呢 我們固定Y軸的平移 X軸及地軸的旋轉 按下確定 接著按著坎座鍵 點選左上及左下的兩條邊線 按下G數 類型 類型點選使用參考幾何 以上基準面為基準 單位選擇硬取 這兩條邊線呢 我們固定它的 力軸的位移就好了 按下確定 接著專題A是在原點 點選原點 然後施加一個力 類型 類型 點選 套用力及力 以上基準面為基準 單位選擇音質 然後點選垂直於平面 輸入100磅的力 但是這時候它的方向是向上 但是我們要它向下 所以我們將反轉方向打勾 按下確定 這樣負載條件完成了 我們點選網格 網格的尺寸我們都 用它預設值 0.6 0.03 然後將網格化完成後 執行分析打勾 按下確定 按下 於結果報告中按兩下位移 和位移的選項 然後接著 滑鼠右鍵 編輯定義 顯示 UYY位移 單位選擇 應取 按下確定 然後再編輯它的圖表選項 將顯示最小及最大註記打勾 點選 浮點數 小數以下第五位 按下確定 其結果為 0.00279 與原廠範例 與原廠範例 0.0027 只有 誤差在小於5%內 所以是正確的 然後再來我們做它的專題2 也就是專題B 先建立一個專題 類型為靜態 使用曲面殼或網格 按下確定 然後點選薄殼 由首先曲面定義 薄殼一印取 按下確定 接著選擇它的材料 套用材料字所有 材料來源選擇自定定義 單位為音字 彈性魔術輸入3乘10的7次方 補充比為0.3 按下確定 由於它的G速條件跟專題A的是一樣的 如果怕麻煩的話 我們可以先 將就有專題A的三個G速條件先複製下來 然後與專題B的負載部分 選選貼上 這樣子 專題B跟專題A的負載都是一樣的 然後點選專題B的負載條件 點選詞曲面 然後是一個壓力 壓力類型垂直於所選面 單位選擇音字 為1 PSI 確定 這樣負載條件都設定好了 點選它的網格 專題B的網格不是用預設值 是用最初的網格參數 所以我們將 滾輪軸的選到最左邊 然後參數為1.2及0.06 將網格化完成後執行分析打勾 按它確定 於結果報告中點選兩下核位移 編輯定義 顯示UYY位移 單位選擇音曲 確定 然後編輯它的圖標選項 將顯示最小及最大註記打勾 顯示浮點數小數以下第五位 其結果為0.00388 與原廠範例 0.00378 都是誤差在小於5%內 這結果就是為正確的值 是